好,接下来我们请林秋芳秘书长来谈谈由内而外的生活美学 秘书长很认真准备了四十几张泡泡云 不过只有八分钟了 主持人、文建会的长官、李副主委 还有各位文化界先进、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我被大会奉派这个由内而外的生活美学 其实是很沉重 因为本来是快快乐乐的生活 现在这两个月就被我们租校长弄得有点紧张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座有非常多的前辈 特别是我们文建会的李副主委 他对生活美学是非常有心得的 那我想首先我想先破一个题 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 从原住民到五百年的汉移民 还有各式各样的移民还有殖民 那进入到最近这二十年有非常多的外劳 还有外籍新娘 那这些多族群的文化 会产生多样貌的一个文化的发展 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尤其我们在整个造山运动以后呢 整个台湾呢各位一定不知道 我们占了北极圈有五分之四的物种 所以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的一个生物 在里面跟我们有形无形的互动 各位可能不知道是生在这样这个美丽的报导 那我今天再讲的是说 这三四十年来全球高度的经济发展以后呢 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呢 其实台湾没有办法去自外于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觉得在由内而外的生活美学这个题目呢 我会强调说 各位大家要重新来拥抱我们的土地 怎么样去重新去珍视我们的土地 那由于有这个大的美好的环境呢 你这个人呢 才能在土地上很自在很快乐的生活 不是吗 好那我现在呢 我的说法呢会比较不一样 我是希望说 我先倒推 我先这个倒推结果 我们来看看就说 我们二十年后的台湾 有没有可能变成前面一页之轮 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呢 因为我过去曾经在工部门服务过很多年 我觉得政府有非常多的这个硬实力的这个重视 那我希望二十年后的台湾能够 已经像软实力 而且发展得非常好 第二个呢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美学呢 普遍能够扎根在社区 那过去我们在官方有很多 不管内政部或文件会 很多的社区的工作会 比较集中在乡村型的社区发展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的世界 包括我们的这个招牌 各位一定常常觉得很多招牌很痛恨吧 很多就是在比大的 我们不能比小的吗 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个比小的招牌比赛呢 我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台湾都要比大比多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集合式住宅 其实相当的多 这几十年来我们台湾已经从这个 很多传统建筑一直改建 改建成不管是小市 小乡镇或者是大都市 有非常多的集合式住宅 这些集合式住宅能不能化成一种力量 它可以形成小小的文件会的可能性 形成小小的文化中的可能性 文化中心的可能性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资源在里面 再来就是我希望是 未来台湾能够以有机生活 为台湾人的核心价值 能够营造生态生产生活生命 世生共融的一个永续生活的一个状态 在我是觉得说 这二十年台湾的那个奢华风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是希望说我们在二十年后台湾 现在就要一直提倡 就是怎么样把朴素的心 代替奢华的一个社会风气 这个是我是觉得很重要的愿景 不然的话我们的地球都被消耗太多了 再来我们是希望鼓励我们的家庭提高文化消费 目前我们的政府的统计数字里面 到2009年我们的文化消费里面占非 为什么 占消费比例里面大概11%左右 那么我们是希望15%或20% 因为欧盟在成年人在2009年的统计 它已经文化参与力已经达到45% 所以我们台湾至少在20年后是可以达到20%以上 那再来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城乡落差能够缩小 我们城乡文化之间能够交互学习 相互触发 相互尊重 我们城市人不要把乡下人或农村当作消费基地而已 你要去拥抱那个土地 你要去认识它 产生更多的学习 再来是我们希望20年后台湾人不是靠一大堆装潢 来布置你的家具 布置你的家具生活 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营造他的生活 好我们下面 好我们的策略我们是希望说政府能够把这个资本们的结构 预算结构一向金长门来增加台湾的软实力 再来会以税收或奖励机制来引导民间企业投入文化艺术 民间的活力其实非常的充沛 另外就是官方跟民间怎么样合作 透过艺文跟环保概念的推动 来推动社区的生活美学 建立低碳生活当成核心价值 把有机生活的概念让台湾永续乐活 好下面什么是美 我们再逆推一下 希腊早期的美是和谐 那么柏拉图又把它扩大 结识成形体道德制度知识 那在东方呢老子从无跟有的关系去谈美 那么孟子把充实当作是美 好下面 什么是生活美学 我们和老师蒋老师都有很精辟的说明 下面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食衣住行 城市景观居家布置等等日常生活 你听到你看见你 你可以感觉到你嗅到的都是美 好 那么生活美学跟有机生活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把台湾从一个有机村 变成很多个有机村 再变成有机的台湾岛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呢 那在最近学到了一个有机生活的论述里面 提到四生共融的概念 就是生活生命生产 生活生产生态 然后产生了我们人的生命 共生共融 在生活中如何去实践美学 下面 那前面提到食 那我们怎么样慢慢地吃到慢活 从无毒到有机生活 下面 那一粒米从平淡中见真味 我们美好的喝一顿好茶 这都是美 我们台湾的台湾之光 食养三房 野糖的茶空间 在永康街 默默地在那边生存的 橘子香 主张的无毒健康水果的加工 还有我们年轻的日本留学生 回到台湾来当一个年轻的农夫 来带动这个有机的概念 那台湾第一个有机村在花莲 螺山村 有非常多的农民市集 有一个科技人 在美国待了二十年 成功地返乡 以后呢 卸下这个光环 去当农夫 去组了和谱农学市集 这些都是非常感动的 台湾的一些故事 下面 那么一 我们要怎么样去 在生活当中 可以有美好的穿着 品味 那首先呢 你从材质上面 可能我们希望 未来台湾更多人 参与这个有机的穿着 好 往下 那么怎么样 从不同的大自然的材质里面呢 去产生它可以 再生的可能性的一些材质 那我们有这个服装设计师 导入了这个蓝染的行列 徐秋宜做得非常的好 好 下面 那居住环境里面 来 往下 好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篇报导 就是 宜兰建筑地景二十年的革命 其实它在 下一张 它在二十年来 推动了宜兰错的运动 这个其实在启动很多县市 也有在跟进 我觉得这是对于 所谓在地建材 怎么样用绿建筑的概念 去跟环境的一个 共生的关系 产生的一些建筑 那么集合式住宅里面呢 有可能性就是 去年我曾经去试做了一个 一个计划 就是把艺术家导入到村庄 可是无形中发展了下一页 发展了非常多的文化性的课程 自动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看见了新移民 在一个集合式住宅 以及在地居民 他怎么样去做互动 怎么样去做多元的一个呈现 形成了小小文化中心 让我感觉到台湾集合式住宅 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那传统俱乐再生 是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一些 设造点相当做得不错的 好 往下 那么我们看到台南的卸载 其实台南这几年的活力 整个就带起来了 那各位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 也有一个计划 是依然生活美学特展 我们牵起了很多艺术家的手 跟社区的手 把它牵在一起 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未来 法兰居结合法国的设计师 所做的一个品牌 我们行能不能多一点走路 多一点脚踏车 多一点大众交通工具 来作为生活移动的方式 那么我们的公共空间 有没有更美好的一些规划 好 往下 好 这是城市跟乡村的不同的步道 那我们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演艺术 跟这个视觉艺术活动 我们都希望能够往下 可以更多的人能够去消费 为什么 它消费也就是它会产生一个学习 它一个学习也就是它会内化它的居家 我最近到德国去看到 这个最后一个案例给我几秒钟 这个德国 我看到它在德澳跟瑞士边界 有一个水上的剧场 它把一件古代的画变成一件雕塑 这件雕塑呢 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舞台 在水中浮上来 这样的一个盛会 每一年 他们都把一个古典的歌剧 变成一个跨界的一个合作 然后非常新颖的展现 然后新颖到 这个德澳瑞边界 就有非常多的居民 每一年会就家家户户会去感激 去感激 那我非常的感动 这是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台湾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来再提升的地方 下面 好 那么书画来讲 或艺术品的收藏 我觉得家体都可以成为美术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文化艺术 就有一个着床深耕的可能性 好 我们怎么样去永续 我们美丽的河川 营造美好的环境 为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